之前啊,咱们是不是把这个推演系统当中啊,两种最主要,最常见的两个算法 系统过滤,还有这个云语意分析啊,它的基本原理给大家讲了一遍吧 那这节课啊,咱们要来做这样一个小练习啊,就是说 一会儿会给大家先讲,就是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推演系统为酷,也是用Python来做的 这个酷的名字啊,叫做一个Suppress 这个Suppress啊,其实它的一个全称啊,是这样的,就是一个Skate的一个Suppress酷 那为什么前面有个Skate啊,就是说,就是不给大家讲它的一些历史了 就跟大家说,这个酷啊,跟咱们之前讲过的一个酷,叫做一个SkLearn吧 跟这个酷啊,在很多的用法上都是类似的 一会儿呢,我们再看它实际的用法的时候啊,大家会发现啊,这个东西 跟咱们之前讲的机器学习酷啊,其实上来说是差不多的 那要使用这个酷啊,咱们第一件事是不是说 嗯,先第一把这个酷给我装起来啊,咱们需要先进这个 嗯,嗯,咱们的一个Aniconda Promit里边 然后咱们先安装一下这个Suppress这个户 这里啊,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PIP InStar 然后呢,把我这个Suppress,我直接就复制过来 直接啊,把它复制过来,然后呢,按一下回车就可以了 嗯,然后啊,就是说,在这个安装的过程当中啊 可能会一些问题,遇到一些问题 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 嗯,它这个里边在进行安装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个CIA加的编译环境 那这个编译环境啊,就是 如果说你遇到报一个错 我们也可以把那个CIA加的环境啊,再配置一下 正常情况下啊,估计是不会遇到太多问题的啊 之前可能有同学给我反馈 说你配置一个CIA加环境 那到时候啊,嗯,如果说需要配置的话 它正常情况下啊,就是说 嗯,在这个,就是,报错 它会报错,报完错之后啊 它会有红字给你提示一下 当前,嗯,没有CIA加的环境 然后你可以到哪个网站上去装 它把那个网站也给你提供下来了 那到时候呢,咱们直接啊,把那个网站打开 然后去安装一下那个微软的CIA加就可以了 这个啊,就是一个 嗯,非常简单的一个安装从操作啊 这里因为我已经下完了 所以说,嗯,就是已经啊 已经安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在这里啊,我们要来 嗯,谢谢大家看一下它的官网吧 这就是它的一个官网 在这个官网里边 我把它的官网放到咱们代码里吧 到时候会把代码发给大家 然后大家啊,就是可以结合这个代码 还有结合这个官网来去看一下 因为我就是给大家讲这个例子啊 其实我也是结合上官网的很多的参考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在这里 呃,我们也不用去网上查一些有没有其他资源 就是关于这个SURPRISE这个库啊 我也是简单的看了一下 网上资源啊,基本上啊 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 只有它这个官网上有一些信息啊 咱们也是拿它来做这样一个小练习 前面几部分啊 就是有一个咱们的开始啊 还有一些预测的算法 这些啊,就是给大家强调一下 咱们怎么样用这个SURPRISE库啊 来进行一个推演系统建模的一个工作 这里啊,大家到时候如果说有时间的话 嗯,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去看一下 就按照这样的顺序去看 如果说大家比较忙啊 就是只想知道它怎么用 嗯,最难的方式 比如说在这里 我在用它相似度度量的时候 我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API文档吧 在这里它就告诉你了 它有几种方式可以调用 然后每种方式的一个计算公式啊 表达什么含义啊 也给大家指出来了啊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查的 它有哪些的一些参数啊 或者说有哪些的一些模块是可以使用的 然后呢,咱们就是播给大家一个一个去看了 到时候大家有时间自己去看吧 给大家先演示一下 嗯,这个SURPRISE这个库啊 该怎么样去用 首先呢,我需要啊 导进来两个东西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KN的一个Basic KN的Basic啊 它的意思就是表达的是 咱们最基础的那种协同过滤算法 咱们之前不是讲过有那个基于用户的 还有基于物品的吗 在这个KN Basic里边啊 我们是既可以用基于用户的 也可以用基于物品的 还有一种方法是基于那个矩阵分解的吧 那矩阵分解当中啊 SVD是最常见的一种矩阵分解的方式 我们一会儿呢可以看一下啊 用这个KN Basic还有SVD 怎么样进行一个推运系统啊 这样建模的操作 下面啊就是我们会把一个啊 它内置的一个Dinset给它引进来 那关于这个数据库啊 还是得给大家说这么一两句 因为关于这个推运系统来说呀 其实上咱们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数据不太好找吧 要么来说就是你自己写一个扒成 需要去扒一些数据 比如说豆瓣上的呀 或者是各种媒体啊 知乎啊 反正都一些媒体的网站 它会有一些评分指标嘛 自己去扒有些麻烦啊 咱们现在只是举这样一个练习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东西啊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Movie Lens 就是一个电影的一个数据库 它是一个公开的 对于这个Movie Lens啊 它其实有这样一个简介 这个简介啊 我现在也给大家复制过来吧 大家省着到时候就自己去找了 就是下面这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Movie Lens的 它的一个简介 在这里啊 它就大概跟你说了一下啊 一共有多少个评分 评分是从1到5的 然后有多少个user 对多少个电影啊 分别进行了评分 下面呢 还有一些具体的指标啊 到时候大家如果说 愿意看 到时候大家再自己看一下 关于这个数据啊 首先来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是已经下载好了 然后那我们就不需要 得再下载一遍 如果说啊 就是你还没下载 那你就是按照咱们这样一个命令之后啊 它会首先啊 帮你进行这样一个数据下载 那我这块 其实我已经下载好了一份 在这个ML1-100K 就是说 咱们的一个Movie Lens啊 这个数据集当中 它是有好几种版本啊 有的就是比较大 有的比较小 咱们拿练习啊 就拿这个100K来当练习 就比较不错的 它还有一些更大的一些资源 就是说 在这里啊 我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看就是说它有各种各样的吧 有的比较大 甚至我看没有上G的 没有上G的 它有的可能是几百兆几十兆的 咱们要下的比较小 咱们就下的这个6.6K的啊 不是6.6K 它这个是一个点TIT啊 我来找一下啊 下这个 下这个4.7兆的 到时候我们把这个下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说大家不愿意手动下载 那在这个代码执行当中的时候啊 我们直接的执行一下 它会自动啊 就是帮你进行一个数据集的下载的 这是我们第一步 我们先是从这个DSI当中啊 我们是把它内置的一个数据集 就是这个MU-Lens给它拿到手